我们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留意到 在佛说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有为我们说明了一桩事情 如果大家能够去留意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 此方一切诸佛如来 最欢喜的一件事 都是看到我们能够往生净土 不知道有没有去留意大家 你们不是供修之前念佛之前 不是有念弥陀经吗 所以为什么那个九摩罗斯大师 把这个经体改为佛说阿弥陀经 说都是代表喜业 都是欢喜 佛最欢喜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 闻到净土 最欢喜的是什么 你能够往生净土 因为你往生净土等于了生死 那在这一部遇到净土 那在这一部迷陀经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了一件事 他说 生到西方净土 最殊胜无比的是什么 最殊胜无比的是什么 就是在西方净的世界 你的寿命是长久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迷陀经 为我们起出这点问题 你的寿命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无量寿 就是说你的寿命无法计算的 所以你在西方净的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 那你必定是成佛的 那个是一定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寿命无量 一般大臣经里面不是讲 你需要阿森起劫才能够成佛 但是迷陀经里面告诉我们 你是阿森起劫 就是说无量的阿森起劫 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一部迷陀经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我们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国土 一切诸佛刹土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十方诸佛如来 在这一部迷陀经 你看看到六方佛来做证明 证明什么 你要相信 你的寿命很长 你能够成佛 这个就是在佛说阿弥陀经 为我们启示的 但是大家很少人知道 所以很多人说 说明太长 很无聊 这句话不能乱说的 不能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佛法 不能用自己的愚痴 来看佛的话 佛所说的经 不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到西方集的时间 你的寿命无量 为什么不去呢 这边辛辛苦苦的 怎么样保护 怎么样照顾 顶多也一百岁 一百岁过后 你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管你有大福贵 不管你有辛苦 不管你有多少的财产 你有多高的地位 你还是离不开这个社会 你还是带不走 所以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这一部阿弥陀经 劝导我们 你要念佛 那我们要听话